年关将近很多民众拿到年终奖金就会去修整面子 也让医美整所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只是全台湾大约有800家的医美机构 其中通过医美品质认证的却只有25家 立委执疑微服部的监督机构根本没有落实 不知有多家连锁医美机构没有申请认证 甚至已经通过的 却还是涉及夸大疗效广告不实等争议 虽然微服部可以寄出5到25万的罚款 但立委认为对民众的医疗安全还是难以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